Hello,大家好,我是纸淘老货的老货哥 俗话说的好,入对圈子跟对人 咱们跟着老货哥纸淘老物件 有一对红彩的盘子 咱们看看是新是老 画的呢,还比较好看 写的那大清光绪年纪 大清光绪年纪 然后呢,翻译 然后,上面呢,会有苗鸡 你看看,看一眼的铲 其实这个东西呢,这是一个新的 更不老的 咱们这种价格,画的呢,挺漂亮 三千 一对儿啊 画的挺漂亮 中绪年纪 这些大清光绪年纪 这花是什么时候的 我从今带着啥子 这个就是 从今呢 冰木老 三千块 我们看看这个烟嘴吧 这个 这是一个清浴的烟嘴 这个烟嘴呢 这也是 浴纸非常差 这还有 这还有 这还有个马斗的 冰糖马斗的 一千二 那马斗的烟嘴 一千二 这个烟嘴怎么卖啊 这多少钱 四百 嗯 浴纸呢 浴纸呢 非常的绿 啊 和田始于 清浴 对 你看看这个 这个 是瘦传石雕的 这么一个小衣 什么 六一块钱 一个老哥叫纸盒 这个呢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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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 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一百一百 咱们看一看 这个是真是假 看一看 嗯 这个东西呢 也不真 这个从 这个咱用青花料上 这个就能看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房品 但不是现代房的 啊 有个几十年 啊 这个是完整的 嗯 这卖多少钱 啊 这个多少钱 六百 六百 嗯 带盖 啊 大家好啊 今天跟大家一块来会让分享一个清早期康熙时期清华凡红苗金的这么一个鸭手杯啊 可以做主人杯 非常的这个漂亮啊 它的高度呢是4.2 然后口径呢是6.6 多一点 接近6.7 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喝茶的这么一个茶杯啊 喝酒呢当然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非常的漂亮啊 嗯 青花凡红苗金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咱们要烧这个 胚胎 胚胎烧完了以后呢 我们用固料呢去先上青花 先描绘青花 青花呢 描绘完了 我们先烧 烧出来以后呢 我们呢 再上再烧我们这个凡红彩 凡红彩烧完了最后是烧金彩 所以说呢这个青花凡红苗金的这个器物呢 这个它要需要多瓷乳窑啊 工序呢非常的复杂 比我们青花要复杂多 所以呢 很受到我们当时的这个清代啊 清早期的这个也受到我们现代人的嘴捧啊 一个呢是青花呢比较艳丽 配有我们凡红彩跟金彩的 显得的富丽堂皇啊 那个杯子的主纹是呢 就是一大树的牡丹啊 牡丹花啊 那么牡丹呢就是象征着富贵啊 当然了它是花中之王 也象征着王权啊 所以呢在我们清代的瓷器上呢 就是只要一提花卉 肯定会有牡丹花的存在啊 这个而且呢牡丹的寓意呢非常吉祥 跟我们其他的器物 其他的花卉结合在一起呢 那么有很多的寓意啊 那么这个小杯子呢就是主纹饰是牡丹 然后呢后面呢也会点缀着牡丹花 那里面的纹饰呢 编饰呢同样呢是会有的是一朵朵的牡丹 在中间呢是一个典型的 会有一小只牡丹啊 也可以叫一只花 所以说这个器物呢 不光是从里到外啊 到底呢都有牡丹的装饰啊 这个呢也是当时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啊 一个小杯子啊 这个小杯子的造型呢非常的舒展啊 漂亮啊 你看一下底啊 底呢这个时期呢 你看一下它底盐呢 这个杯子做的呢要略高一些啊 大家看一下啊 胎质呢是非常的糯啊 糯白就像我们糯米一样 所以呢那个时期呢 叫康熙呢就叫糯米胎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杯子唯一的一个小缺点呢 就是什么都完美 特别的完美 包括这个箭口里面啊 我就是有一个内颜有一个小飞皮 但是它不缺肉啊 你看从外颜看它不缺肉啊 在里头有一个小科飞 在流传或使用过程当中呢 一个非常浅的小飞皮啊 浅飞到这儿了啊 但是外面没事了 不受任何的影响 外面也不缺肉啊 所以呢这个小杯子呢 也会呢给大家一个第一的价格啊 就是1180元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 这个价格呢很难拿到这个品项的啊 这个杯子非常的圆非常的正啊 而且呢品项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应该市场价全品的话应该在1800元啊 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 那么这个呢科三重七啊 这个也算不上科 只能算一个小浅的飞皮啊 处理了一下啊 这几乎呢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啊 但是呢还会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价格啊 这个价格能买到康熙的东西呢 也是非常难得的啊 1180元啊 就是可以汇上给大家啊 希望呢大家呢能得到它啊 用它来品查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大的啊 这也算重气了吧 确实是很重很沉啊 它的高度呢有59厘米啊 接近59厘米 然后呢它是一个三百件的啊 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三百件的高度呢 一般就是五十五到六十公分之间啊 三百件的一个大的粉彩瓷器啊 这个呢是一个民国时期的 一个粉彩人物的一个大瓶啊 这个大瓶呢咱们有管的叫架状瓶的 也有管的叫做银瓶的啊 这个呢叫法呢无所谓啊 这个呢都是我们当时呢 大富大贵的人家呢 这个孩子结婚的时候必备的 这么一套的东西啊 这个属于当时的这么一个利件啊 非常的大啊 必须非常靠后才能把它全收进来啊 因为太高了啊 这个给大家讲一下吧 这画篇的寓意呢 看一下啊 这画的这个美女呢啊 还是非常漂亮的啊 也属于三娘教子 或者叫孩童皮戏啊 这个画篇的寓意呢 就是属于欢天喜地 这么一个题材的啊 在我们屏的左上角呢 有两只蝴蝶 蝴蝶呢代表蝴蝶 蝴蝶呢代表长寿的意思啊 古人呢 一般的蝴蝶呢 代表了八十岁啊 代表蝴蝶 这个美女呢 大家看一下 开脸非常的细致啊 这个小口一点点啊 头上呢插有了一朵小红花 然后呢 一个大大的发际啊 包括这个发发的一根根的头发呢 画的都非常的细致啊 旁边手里抱着的一个小孩童 小孩童呢 脑子上扎一个小啾啾啊 也是画的微妙微笑 在他的右侧呢 会画有呢 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的开脸呢 大家看一下也是非常的细致 一个小孩呢 手里呢 滴着一个小虫 然后再逗一只小孩 这是他的那个主画片 靠他的左侧呢 还有一个小孩 也就是说这个图上呢 画有了四个小孩啊 然后呢 一个美女啊 把咱们这个欢天喜地这个题材呢 张显得淋漓尽致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背面啊 背面呢 首先上面呢 是写的呢 是吉祥两个字 用凡红彩写的吉祥 靠下面呢 是一个墨书啊 黑彩 也就是写的是一首诗 也叫余露晴光草 花香柳寒烟 这个写的是喜地中到老 童雅戏欢天 或者叫童智戏欢天 这个也不会念错啊 这是一首诗 这个诗的意境呢 把前面的画片呢 也是展现的淋漓进去 大屏有多么大的 旁边老扣哥呢 放了一个咱们的手爪杯啊 也就是说 非常靠后啊 非常靠后呢 才能把它全收进来啊 你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他的品项呢 品项大家看一下 口部啊 口部非常的完整 没有任何的磕碰 飞皮都没有啊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家呢 保存的非常的好啊 这个大屏 然后呢 这个耳朵呢是后粘的啊 耳朵呢 一般这种屏呢 耳朵非常难保存 耳朵是属于后粘的啊 然后呢 再看一下底部 这个唯一的缺点呢 就是在底部啊 底部呢 这有一个非常浅的 小浅飞皮 在这个位置啊 给处理了一下啊 基本上上了一下漆 就很小很小 比这个小手是盖子 还小啊 非常小的一个小飞皮啊 其他呢 没有任何的磕碰 底是非常开门的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干老 也就是说整个大屏呢 嗯 这么难保存大屏 这大屏呢 一个呢 是特别容易炸底 因为插鸡毛挡呢 会把底会打炸 但是这个没有啊 再一个是耳朵特别难保存啊 再一个是口部特别难保存 这个屏呢 保存的品项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是很难的 这个屏呢 会多少钱会让给大家呢啊 这个呢屏呢 是一个粉彩的 民国时期的啊 这个画片呢 画的非常的细致啊 然后呢 寓意非常的好啊 这个呢 就给大家一个起步价 2380元啊 如果大家喜欢呢 给它一个合理的市场价格啊 节拍的价格是多少呢 是2980元 如果你出到2980元 就节拍了啊 就可以提前终止 到晚上9点啊 价高的者得 这个大屏市场价格 应该是多少呢 像这一对啊 成对的话应该是上万了啊 最起码是上万了 这一个大屏的价格呢 也会超过4000到5000啊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给大家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这个屏保存的还是不错的啊 包括彩啊 包括身上啊 并没有那么多很多脏的东西啊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感谢大家 对老贺哥的支持 谢谢大家